近年开放山域之后 登山人口增加 山难搜救的任务也大增 为了让山难搜救能够更简易 也提高精准度 沙鹿宏光科技大学资讯工程系的师生 最近就共同开发了 超低耗能山难搜救快速定位系统 让登山客往后在没有网络讯号的情况之下 仍然能够发送位置定位 让搜救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救出受困者 透过这个装置只要装在无人机上面 就可以快速定位到遇难者的位置 这个小黑盒看似没什么特别 未来却能够拯救无数登山客的性命 为了让山难搜救任务 在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情况下 能够精准地救出受困的登山客 宏光科大自公系师生 共同开发超低耗能山难搜救快速定位系统 未来在没有网络讯号的状况下 也能够及时上山救援受困者 我们常常看到这种登山的东西 然后看到我常常罹难 然后这样就觉得很可惜 然后之后我们有跟老师讨论 然后老师有提这个概念给我们去想 然后之后我们都开始都筹备那些设备零件 然后我们就跟老师讨论过 然后我们就开始再去设计这个电路 等到你等到手机都没有讯号的时候 或是没办法对外求救的时候 等到你发生什么任何的意外 别人知道你怎么到了时间内怎么还没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搜寻你的位置 无人机飞过去他就收到资料了嘛 他用广播的方式回来做广播 试摄设计电路结合物联网和无人机技术研发系统 不只GPS相当精准误差仅10公尺 低耗电量的特性更能让登山客使用长达21天 未来只要登山客随身携带轻巧的定位装置 山下的人就能随时掌握登山客定位 在必要时派出无人机救援 小小一个我带在身上 那他就可以随时知道我自己在哪边 然后记录在里面之后我就可以对外广播说 我是谁我在什么地方 你就可以用无人机带着我们的接收器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一个行动的激励台 那他飞到上面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收到这个人发射出来的讯号 那我马上就可以知道 这个人他精确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相较于一般的山难搜救 困难度有如在海底捞针 宏观科大师生研发的搜救定位系统 消息一出就吸引台中市消防队 未来希望能够透过合作 来提高山难的救援几率 记者烂卫台中采访报导 是不邀请造论购 fez恢复体 WAI